我竟然在厦门吃到了白晶亭同款的冬粉鸭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不是临时出差到厦门了吗 到了我就想看看周围有什么好吃的 我这是在夏至未至的取景地啊 集美学村 我直接带上装备就去十股小吃街了 首先第一个打卡点 必须是白晶亭同款的冬粉鸭 冬粉鸭15块钱一份 我还加了鸭血和鸭肝 还有一份油条 一共22元 鸭血真的好大一块啊 吃得出来应该是纯鸭血 软软的挺好吃的 鸭肉特别的好吃 强烈推荐 整体味道比较淡 需要自己加一下其他的调料 这个放在汤里吃的 洗碗汤之后 一口下去特别的爽 我觉得这个粉特别适合冬天吃 我吃完给我整阴导门的汗 吃完又去逛了十股街 人是真的多 路过了网红鸡肉 看那是炸的鸡肉 我就买了三串 吃起来很嫩 蛮好吃的 又买了片皮鸭 其实就是大号的北京烤鸭卷饼 味道嘛中规中矩 最后再去吃一碗沙茶面 就是这一家大社戏台沙茶面 它家是选配料在煮的 基础款只有面 我要了虾 海利 鸭血家里面 做好端上的那一刻 我是有点懵的 真的 好小一碗 感觉几口就没了 整体的味道呢 我觉得特别像东北甜口的麻辣烫 鸭血我吃的像这和生鸭血 不太好吃 虾和海利味道也一般 说实话 我觉得我不会再来吃第二次了 但是我还是吃完了 厦门给我感觉是环境真的好 骑行的时候感觉很舒服 因为我粉丝女粉巨多 我还特意去了吉本学村 欢迎各位美女回家